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分析指出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几年在治港问题上失策 在抗疫 经济和外交等方面也接连失守 同时还面临遭受反习势力的报复 目前谁也不能断言 习近平连任是否板上钉钉 香港实业家袁弓仪认为 习近平连任的阻力很大 他根据收到的消息及个人推测 习近平连任的机会只有10% 现在习阵营和反习阵营都在收罗及曝光对方的黑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 习近平心腹王小红 8月24日主持中共公安部党委学习会议时的讲话 传递出特殊信号 据悉 这种扩大会议要求中共公安部四举级及以上官员都要参加 王小红在会上完整地付述了整套强调习近平核心地位的口号 还要求中共公安系统坚定不移忠诚核心 拥护核心 跟随核心 捍卫核心 可谓是高调表忠 王小红还说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坚决听从习近平总书记命令 听从党中央指挥 外界认为 王小红这是在20大前第一次亮出刀把子 杀气很重 意味着在接下来相当长的时间里 北京会出现腥风血雨 王小红是在警告反习的人 如果不服从习当局 会有大麻烦 王小红还提出严密防范 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 并反复强调保护政权安全 反映出中共高层在陷入内部权力斗争的同时 也担心政权垮台 有分析指出 习近平掌握的中共政权 在国内 因为上海封城以及经济休克 遇到来自党内社会以及海外三方面的挑战 不出所料 习政权应该是中国最后一个极权政权 也是人类史上极权统治的黄昏 至于有人还寄希望于习下礼上等等 看中国专栏作家李子仁认为 这些都是不实的幻想 中共历届的领导人都具有迷惑性 他们为了保党 在关键时刻会低头求饶 为共产党续命 令中华民族陷于无休止的灾难之中 而习近平的出现或是历史的安排 是中共的宿命 近期媒体爆出不少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负面消息 观察人士还指出 中共人民日报日前发文反常表态 要让国企敢干 民企敢闯 外企敢投 据悉该文章的内容是源自前不久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上说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 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按照中共的潜规则 当局宣传什么就是缺什么 中共宣传文章要反着读 外界认为这篇文章恰恰证明 现在的情况是 国企不敢干 民企不敢闯 外企不敢投 外界不禁质疑 究竟是谁让企业如此不敢为之 究竟是谁让民企每一关都可能是生死关 答案就是中共自己 有分析指出 现在中共做出的这一反常表态 正说明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极度危险的境地 中共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才不得已的进行改革 据悉日前中国经济严重受挫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时隔近两年首度下降 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正在冲击着千家万户和银行系统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此前说过东升西降的话 外界多认为该言论正被现实情况所反驳 中国经济前景暗淡并令人担忧 时评人程晓农撰文分析 中共一直把负在房地产泡沫上的经济环境 当作其崛起的长期基础 然而现实却狠狠打脸中共 现在的情况是银行想把自己的危机转嫁出去 政府想让房市接盘侠拖住房价 最后恐怕都是无望的幻想 这就是为什么李克强无力救经济的根本原因 经济学家谢廷教授还指出 现在美国各界已经充分的认识到 中共已经无药可救 正处于快速灭亡的阶段 正在衰落中的中共统治 经济奇迹也在消退之中 随着中国危险十年的到来 中共自己知道来日不多 然而外界担心 中共领导人可能会因此更倾向于铤而走险 日前经济学人的文章也指出 现在习近平反复强调两个目标 坚持清领政策和结束中国建防过剩 习的个人哲学是 习近平思想笼罩着一切 但当他准备继续三连认识 这些铁的承诺将使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中共二十大的经济环境 并不是习近平所想的那样 也不是习近平思想似乎能够解决的问题 佩洛西访台至今已过三个多星期 中共在台湾附近的演习和军事活动 仍持续不断 战机越过海峡中线成为常态 塔海局势紧绷 美中关系恶化 中共大内宣大外宣一直炒作此事 旅美学者张伟国告诉法广 二十大前习近平势力或非习势力 抓住这些机会 展示各方的角逐 表面给人一种好像要出大事了的感觉 实际是想维持一种压力 而这种压力背后则是中共最高权力的角逐 他认为中共搞军演表面上看是可以利用临战状态 用军队控制整个局面 实际是要扩大职能部门军事部门的权力 但这样做可能失控或出现预料不到的变数 习近平孤诸一致是切断自己的退路 不断的军演会不会有一天擦枪走火很难说 而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恫吓 使美国国会两党更加坚定抗衡中共 支持台湾的立场 参议院外委会9月将审议 2022年台湾政策法 意在重构美国对台政策 有分析认为 这直接挑战美中建交的基础 会引起中共更强烈的反应 2022年台湾政策法条文包括 将台湾指定为主要非北约盟友 以及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改名为台湾代表处 要求美国政府 以台湾人民的合法代表 来对待台湾政府 对台湾提供4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加强美台军事训练合作 即建立美台高级别军事规划机制等 前美国国会研究处 亚台安全事务研究员 简舒贤告诉美国之音 他认为 美国国会应该将台湾政策法的焦点 落在对中方挑起冲突 攻打和吞并台湾 是否能做出更强力的威慑 采取涵盖外交信息 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全政府方式 来遏制北京对台动物 近期中国长江流域出现 1961年以来最严峻的干旱 专家分析 今年旱情既是天灾 更是人祸 中国当代作家 海外异议人士郑毅 在长江上游水库群 是中华民族的 南逃之节一文中写道 中国封建的水库 已接近十万 在一条河上搞阶梯开发 更是造成数百条河断流 新建的水库群 也因复杂的调度而满盘皆输 总之 祖先的遗产全被毁了 著名水利专家王维洛 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这十万个水库中 有五分之一都存在安全隐患 去年的郑州大坝 正是因此才紧急泄洪 另外抛去天灾 比如降水量减少 河流因高温而蒸发 上游的众多水库 造成了长江的年净流量 减少了11%等情况 今年长江流域的干旱 还有人祸因素 由于中共认定 每年7月下旬和8月上旬 会有大洪水 所以6月就下令 把水库的水放完了 中共搞计划经济 它也要让水听它的命令 事实证明 中共此次是判断失误 自作聪明 正义认为 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道理一样 那些自以为是上帝的人 一旦介入 并以工程措施解决生态问题 必定造成更大的灾难 水利部统计显示 截至8月22日 长江流域有10省市 如四川 重庆 湖北等地 有4000万亩的耕地面积 数百万人口等受干旱影响 由于秋凉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三 各地政府纷纷采取措施 湖南省还为此共打井2414口 但这样的做法也令外界担心 会对土地环境造成影响 太湖卫舍无力哄说 如此干旱的场景 当地的百岁老人表示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中共越来越遭国际社会孤立 专家分析其半导体前景堪忧 中共金元梦恐将成为泡沫 据中美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半导体自己自足 自主化的改革进程不断受阻 逐渐被孤立于国际社会 该行业对于全球供应链的依赖 使其很难独立发展 华为前云业务技术总监表示 中国的金元泡沫巨大 尽管许多IC设计厂商夸口称 一年或最多一年半内 就可获得突破性成果 但事实是至少需要六年 据悉 美国颁布金元法案 以补贴的方式吸引更多巨头 如英特尔 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 在美国投资 与此同时 全球唯一的 集子外光刻供应商ASML控股 也限制出口该技术给中国 而华盛顿还在说服 东京 台北和首尔加入芯片四方联盟 直接将中国排除在半导体价值链之外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 习近平持续高调喊半导体自主 多位专家在南京近日举行的2022年 世界半导体大会上吐槽表示 中国不可能靠一己之力解决半导体瓶颈 地球表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建立 以国内采购为主金元产业生态列 行业专家和专业人士直言总结 随着美中地缘政治紧张 中共所坚持的自给自足 很难避免浪费欺诈和泡沫化 另外华为创办人任正非 近日在内部论坛发文高喊 第一药物是活下去 还要把寒气传递到每一个人 有专家认为任正非有特殊的政治目标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则指出 可能是任正非发现中美关系越来越糟 美国对芯片领域的限制越来越多 未来很不妙 因此撰文敲打当局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